改革开放 催生了伟大的时代精神 时代精神蕴含着深厚的核心价值 自由就是我今天的第一 就由我支配 我想种羽蜜就种羽蜜 想种手柴就种手柴 想做寡过立陶就可以种寡过立陶 在法律和道德的基础事上 做你喜欢的自己 能够追逐自己的理想去奋斗 能挣钱过好日子 没有国家安全稳定发展富强 老百姓是不可能有自由 跨越两万公里的采访 精选七百位嘉宾入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下面全文播发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检验真理的标准是什么 这是早被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解决了的问题 但是这些年来 由于四人帮的破坏和他们控制下的舆论工具 大量的歪曲宣传 把这个问题搞得混乱不堪 为了深入批判四人帮 肃清其流毒和影响 在这个问题上 波乱反正十分必要 检验真理的标准 只能是社会实践 开展真理标准大讨论那一年 我才67岁 是1978年 当时我在学校任教师 因为我的经历太痛苦了 我对这篇文章可以说是刻骨骨骨骨 你看我是五一年生 这个时代我是个新中国同时期的人 因为我父亲都是农会干部 我们家都是农村干部 我大哥13岁当乐同团长 16岁当民兵长 18岁都如当当支部书记 结果呢 文化团队开始成坏了 说是周子派成坏了 皮刀戴钢帽子 那个多大 和四类分子呀 当时四类分子是 是阶级专政的对象呀 再一口成弟弟了 后来一看到实际人建设政策无一标准 我当时就提出 那我大哥能不能平凡 就是一个人的跟踪谁受啊 根据到国家的名誉要大转变了 我叫个高丛主 来自西干市 丰西县城 大王镇 大王西县 在我们的地方 当地流行的一句深口流 吃的哈 给的咋 上几张干啥再干啥 干灯两年 没办法 农民你也不能限制 没四干 没四给你先下四干 今天啊 把地里边的头 拿回来 盘个坑 一年两年 然后是这肥料 把这个坑剔掉 墙剔掉 又拿到地里边去 现在你就可能 搞一点自由之一 搞一点资本之一 那个那个尾巴的小活动 所以他必须把你牢牢地 淘在这个圣山堆 这个制度的框架里 齐吴远说呢 出去给这些建药 他们曾经把我的工资都领了 领了不给我 说你是搞资本主义 要搞资本主义尾巴 我说了 我跟人家干活 带工资是应该的 那不行 你出去劳动 你不经过公社的批准 不开建造证 你出去就是资本主义 说到底是干出是好的 还是不干好的 不干吧没饭吃 干吧又是资本主义 我还是很向往教育科研的 可是改革开放以前 常常被人误解为白砖道路 是资产阶级 学术权威的俘虏 我即使是下乡 我带上那个时候工农兵学生们 我让他每天早上念英文 背三词 他们说文老师胆子可大了 因为我们已经有十年左右 没有进图书馆 没有进厕所 我们什么也干不了 在最困难的时候 甚至我被安排到厕所 去打扫卫生的时候 我不相信 所以大家看到 全世界人 Powisan 这个组合 我们来有42D 我不相信 不相信 我们平台 在哪里 咱们 串出来 启� 咱们 大家就不认为这四分之一 而且大家对这样连参城堡 这么一种形式渴望已久 只不过就是自己不干告而已 人家笑港蠢 胆大 连参城堡责任之一 这么一实行 仅近三年到五年的功夫 就解决了盖国开放以前几十年 群众不能解决的温暴问题 这是一个繁田腐地的变化 农民从靠政府自灵种什么样什么 到自己决定自己种什么样什么 而且这个资助权是告斗的 因为地成了自己的 已经放在你手里去以后 你什么原先的时候 早晨五点钟 六点钟 上地里去干活 共同出宫 凡田倒户以后 你可以睡到十点 或者你可以给你的时间安排 你就去干活 但是出宫 出力 消业也多了 这个79年以前 出去打工业也没人要 出去这两天还得过来 必须得打得开架了去 这个79年城堡以后 群众自由了 只要终合自己立地 自己联系工程 打个小宫 挣一部分钱 解决生活问题 感谢观看 花儿衣服吧 就是以前 就是特别想穿 但是没有穿 也没看着街上谁穿 所以自己也不敢穿 后来第一件衣服 我记得好像是穿个棉袄 棉袄外边太个罩 我记得是到商店 调了很长时间 买块花布 就是是绿点的 红点白点的 就小圆圈 而且当时我穿出去 就做好衣服以后 套上外到冬天穿出去 可高兴了 心里边 因为那钱吧 都是一马轻水一射 在街上根本看不到伞 所以我穿的 三岁穿这挂衣服 大家挺兴奋 我大哥当时在石家庄当兵 他就从石家庄 给我买回一种 那个时候很流行的一种布 叫公安栏 就是用那个公安栏的布 筑成那个喇叭裤穿去 用我们四川话来说 就很偷白 开始吧 开始 音乐也来了 来 来 接着 走 快来 走 我穿第一根牛仔裤的时候 是我妹妹在读大学 是她买了寄给我的 我在一个中学里边 第一次穿那个牛仔裤的时候 我是鼓了很大的勇气 简直要需要一定的胆量 因为学校里好像还没有一个老师穿那个牛仔裤 然后穿起在校园里去走的时候 那个心里边真的是既兴奋又害怕 我们在790平了15首歌曲 那么群众评选的15首歌曲 我就站在那四首 说边疆的泉水 清幼春 妹妹找个泪花流 绒花 结巴羽毛 寄生情 那是香烈还没赶上 老百姓是热烈的欢迎 但是就是一部分权威 他们说那15首歌是这个 厕所歌曲 流氓歌曲 它主要是皮我的唱法 不应该用这么温柔的 亲切的声音 就应该用很高强响应的声音来唱这个歌 所以我在一些开会的时候 我就很大胆地讲 我说我的歌 历史会证明我是革命的 结巴羽毛寄生情 亚洲的江河 去北京 结巴的羽毛寄生情 这哪黄色了呢 还有妹妹找个 她是亲妹妹去找 打仗的哥哥 她不是情妹找情歌 不是我爱你 是我找我的哥哥回家先报仇 潘哥回春 抱怨仇 她是抱怨仇啊 她哪里是谈情说爱呢 所以我就是因为跟她不不记 所以我就降到那里 那么我就有几句话在那里 就是说 胡人性格 吃得苦 耐得烦 不怕死 爸的满 单子批判我就是要死的 如果说不是改革开放这个时期 那我绝对就被打倒了 但是呢 又恨了老同志 哇 很伤心哦 哎呀 我们搞了几十年的斗争了 社会主义没有了 这还叫什么 社会主义不叫资本主义 富费了吧 有点苦啊 掉眼泪哦 有些更严重了 特区呢 除了五星红旗红以外 全部变了眼泪了 所以特区啊 公开提出了 特区不能再搬下去了 要收了 不能再放了 由于这样的话 干部啊 就不知所措 舒手舒脚 就在这样的关键时刻 小平八十年一月二十六号 就来到深圳珠海市场 我们说 邓书记啊 能不能帮我们写几个字 鼓励一下我们啊 他说好啊 他就请指不 扎着一支笔 赞扎你这么八支 写什么好 写什么好 我们要凉三支 谁又不好说你吃什么好 是吧 扣来呢 就打扎一费 朱锡经济他之后 哎呦 大家 这鼓掌 坐在后面的人啊 都涌上来看了 这个不是 仅仅为鼓励朱锡 思想啊 就针对当时社会上啊 对他出的种种非议的一个极致的回答 当时啊 这个党内的风气 整个社会的风气 非常沉闷 那个圣洁的争论很大 于是还有人提出 多一个三支企业 就是多一份基本主义 有人要提出 要恢复这支斗争为抗 那这位广东的同学呢 就更感到这个压力 就是希望老人家出来说话 也一定那个相信他会出来说话 现在全文播送 深圳特区报记者撰写的长篇通讯 题目是 东方风来满眼春 邓小平同志在深圳 小平同志充分肯定了深圳 在改革开放和建设中所取得的 不坚持社会主义 不改革开放 不发展经济 不改善人民生活 只能是死路一条 1992年小平同志的南方计刑 可以这么比喻他 已经推了个老船长 他看见航船 这前阵的路上摇摆 电波 有负面的危险 所以他不顾自己年代提要 又一起跳上船头 把这个鲁柏镜 让中国改革开放这个航船 胜利的史上彼岸 人家问过我 你最感谢的人是谁 我说就是邓小平 为什么呢 因为他开了两扇门 使我能够走出来看到 春光明媚 一片大好的形势 我可以施展自己的 一切的努力 因为那个时候 我们国家十个人里面 一个人就是乙型肝炎 病毒的携带着 所以说我们是肝炎大国 WHO考了以后 把我可以作为有奖学金出国 他们让你选 我说我就选病毒性肝炎 我就提出来 我想要恢复这些乙肝携带者 或者乙肝病人 表面抗原阳性 我要把它逆转过来 那么在做临床研究之前 我心想这是全世界都没有的东西 我知道是没问题 可是我必须要自己先打 因为你打了没问题 才可以跟别人打 我说我是第一梯队 等我们打了三针 都没有反应以后 再给正常人打 然后再给病人打 我觉得一个人一辈子 人生不仅仅是蜡烛 点燃自己 烧完了就算了 一个人的人生 应该是火炬 它是可以代代相传 它是可以点燃 每一个人的心中的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自由是一种生活方式吧 我觉得 我觉得自由是精神上的自由 我觉得做自己喜欢的事 就是自由 选择自己所爱的事情 来做自己的职业 坚持走自己的路 让别人说求 无拘无束地去体现自己的价值 这就叫自由 随着珠海现代工业的发展 有几十万来自祖国各地的劳动大军 活跃在生产第一线 劳动是相当紧张的 有时因市场的需要 他们不得不工作十二三个小时 劳动纪律也是相当严格的 连上厕所一般也不超过两三分钟 不少人羡慕特区的高工 我是深圳市全顺人力资源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 大家都叫我农民工司令 我的名字叫张全收 从家乡走足迹 十四岁小学毕业 就干了很多个领域 很多个行业 从卖冰棍到包一蜜花 从建筑队到砖瓦厂 成功失败 失败成功 从十五岁到了三十多岁 最后一次失败 我就去到了深圳 当时是九十年代改革开放的中期 深圳还有一点兵荒马乱 来自于全国的农民工 都到沿海去工作 结果工厂少 工人多 很多工人孩子们找不到工作 我也是其中的一个 到当那个时候我看到他们 吃饭没有钱 回家没路会 住马路边有身份证 没占助证给抓住 住宾馆也没有钱 那些孩子们都掉眼泪 我也是从农村走出来的 我跟他们一样 当时我看到那个情景 我就帮助他们找工作 就碰到了一个厂里边的老板 他就说张老板 你这里听说有一百多个人 能不能到我们工厂去工作 当时我就碰到了 这个商机 摸出了一个 人类这样开发的一个模式 把农民工兄弟招待来 留待住 培训好 跟踪管理 包年薪 包月薪 包吃住 不要钱 没活干 像2017年管吃管住 还要花到四千块 中大疾病 意外伤害 实行全包 保证一个农民工 来到我这里 能吃饱饭 有活干 拿到满意的工资 国家的政策给了我们自由了 我们外出务工走出去了 那我们就有发展的机遇 也有发展路子了 没有自由 我们根本走不出去 也不可能有今天的发展 80年代的时候 我在国有企业的是一名工人 等于是铁饭碗的 但是那个时候 我感觉到这个经济体制内 就缩约非常低吧 改革开放开始了 然后我不断地就寻找机会 要出来 所以把自己的工作辞了 然后我到广州来 说白了 我是带着使命来的 我的目的就像家人 过着好日子 所以这样一个人决心 带了万块钱 唱广东 然后唱广东 我非常明确自己 来到这里 我做的行业一定是物流 然后我一定要来做老板 只有这样 我才能够实现我的梦想 和带动前家人 过着好日子的可能性 我记得令我最感动的一件事情 也就是我人生 踏上这个自主 冲出一条路的过程 是从河南的信仰 我带着六个同事 同伴 我们说我们去创业了 我怀揣了一万二千块钱 我们没有带任何东西 就带了十二斤黄瓜 在街道上买了十二斤黄瓜 做一座火车的时候 攀产 那么这就开始了 我的这个创业的历程 我是三权食品的创始人 陈泽民 我从四川回来的时候 背了个小石墨 在四川学会来做汤圆 那么我到河南来 逢年过节 我也自己做汤圆 周围的邻居朋友 同事 吃了我的汤圆以后说 哎呀 你这个南方的汤圆 要比北方的元宵好吃多了 可惜街上没有卖的 如果有卖的 我们肯定要去买 这就给我打下了一个伏笔 我两个儿子上高中快要工作了 怎么解决他们以后的体体面面的 能够结婚呢 解决他们的住房问题啊 那靠我一百多块钱的工资 完不成我这个当父亲的历史的责任 那么正好又面临着改革开放 政策允许下海创业 那么我都想 那么如果把汤圆这个产品 来一次小小的革命 叫它变成一种商品 肯定受欢迎 肯定有市场 结果果不其然 汤圆出现以后 深受老百姓的欢迎 那么就慢慢的 一个小汤圆就滚出了大市场 一个小产品就做出了大文章 1994年吧 8月25号 国务院正式批复 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 为国家级开发区 实行沿海经济技术开发区的 游会政策 而且开发区要特此特办 这个经济开发区 你认识到它是个 得外开发的窗口 是个自治区的试验田 不能按照老规矩来办事 所以这样就跟我们一些 知能部门就发生矛盾了 因为我们这个四肢的阶线单时规定的道路 我要向四面通路开到出去 就是到机场的这条阿尔泰府道 我要把它开通 从我的科技原路修了路出来 把它接通 不行 我们接通了 他们交通厅的高管局 居然把我挖断了 不然通 跟我们的这个建设局的局长说什么呢 你们必须到我交通厅去办手续 这条道路是属于交通厅管 不属于乌鲁木齐市的 但是我们要接通这个道路 就在我们开发区次范围内 还不行 还要报警 你那是去 你看 这当时就 就这个样的路都就通不成 是他这个老的观念转变不了 但是后来都因人而解了 随着新建对外开发的扩大 随着各个单位的不断地学习 小平的理论 那么思想也在不断地进步 在农村里待着的农村姑娘 我觉得可以说是比较可怜 因为除非结婚没有其他的出路 当时我记得也就是零七年吧 我们当地的党委和政府组织 乡下的富裕劳动力到那里去务工 当时很多人都反对我们出去务工 说我们这儿没有女孩子出去打工 这是一种丢人的事 到时候你们回来 陪嫁也嫁不出去 我觉得我爸爸是我这一生中最好的朋友 我爸爸说 我的孩子应该要想我学习 你自己想想 他们都自己没有去过 也没有见过什么十面 他们这么知道外面乱 我妈妈她是比较传统的 妈妈说 我当你这么大的时候 已经省了你的两个哥哥 你还要出去逛 你还要笑 笑什么笑 后来我妈妈在那儿找了一个男朋友 说她朋友的儿子很好 但是我到现在也没有见过 长得什么样 这是听说过在山区访阳的 然后我前面我也不同意 后来我听说 南方给我买一辆自行车 我就同意了 当时的那个自行车 是给干部买的 比如说当老师的呀 乡村干部呀 他们结婚的时候 可以买一辆自行车 所以我就赶快就同意 我说妈妈好 快点给他们说 赶快给我送这个菜类 当天晚上就他们南方的 把菜类送过来了 然后我爸爸很生气 他说 如果你到内地武功 你不值一辆自行车 你的一个月的工资 可以买好几辆自行车呢 我希望你自由 你为什么老听你妈妈讲 然后之后我第二天咀嚼掉 我妈妈不愿意 非要让我把那个东西 给她送过去 最后 当时我觉得我单子还大一些 我就主动到他们家去 我说阿姨 你们家东西 我给你们送过来了 她说 你们家不是说你同意了吗 我说没有 搞错了 我们第一次到上海火车站的时候 看到周边的很多汉族姑娘 很自由 我想 为什么我们跟这边的人不一样呢 你不要说像他们那种自由 我们想去个城市买个东西 还有允许我们哥哥父母亲允许 结完婚之后呢 只能在老公的配搬下 才能逛逛节 我到那边去了之后就发现 应该女孩子也这么自由 女孩子也可以自己做点事 供自己的生活 为什么我们一直以来依靠男人 好像不靠男人 自己裹不上好热子意 人民日报人民食品 让更多人共享人生出彩的机会 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 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 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 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 昨天在十二届全国人大 一次会议闭幕会上 国家主席习近平 以中国梦为主义 向近三千名全国人大代表 发表了重要讲话 话语铿锵 掌声雷动 我叫马加森 今年29岁 目前是一名北漂演员 其实我爸爸在我很小的时候 有跟我讲过一个故事 他说他小的时候 也是梦想成为一个演员 但是在他的那个时代 我爷爷奶奶并不允许他这么做 就说当演员你是痴心妄想 他就给我说现在时代那么好 你能够从事的什么工作 你就勇敢地去追求 人这一生不怕失败 最怕的就是你没有追求 你就已经把自己的路走完了 这样你会留下一生的遗憾 在我的成长过程当中 似乎我的学校老师和我的父母 很多时候对我的要求 并不是说成果你要长成 某一类精英 你要长成某一类成功人士 我的老师和我的父母告诉我 成果你不需要长成别人的样子 你就长成真实的你 你认识真实的你 你长成真实的你 然后活成你喜欢的你 然后找到你喜欢的方式 用这样的方式度过一生 就千万一类成果然 来呀 去耳 唱呀 出来呀 来呀 撒拉子 回牛鞋挂的声 有一次我去放学回家的时候 在路上剪的一个小报纸 报纸上面就写着延安 这边不是一个鲁艺 鲁秀艺术学院吗 我就跟他说了 我说你看爸 这上面一校 我可以去这边学的唱歌 父亲把这个小报纸一看 一下就给我扔了 说你干这个部务之业的 好好地去学习 好好地去上学 上学毕业以后 你就给你结婚 再给你买一串羊 然后你结婚生孩子放羊 然后我说那我的孩子咋办 他说你的孩子长大 也给你好好地放羊 把羊放得多多的 然后完了 让你孩子去了也放羊 我真想这就完了 自己最爱的这个 唱歌艺术这个道路 肯定自己就毁了 所以说自己心里边 觉得不服输的这样感觉 我就想着说 我非得把这个歌曲 唱得让村里边人知道说 这个娃娃不错 是唱歌的 最后又想 如果村里边知道也不行 还得让正里边人知道 最后又想一想 必须得让县里边的 县里边的人知道 这样就给自己定了这么一个目标 定了目标以后 自己就往出去走 第一开始接触的时候 学的这个厨师 第二次的 第二次然后一边炒菜 一边切菜 登登登登登登 老师心里边也想着这个节奏 学了一年多两年 自己没有学成 第二年的时候 又有一个同学 又给我打电话 去不去广州 我说去 去广州 他给你找老师 你广州那边学唱歌 我说行 下去到广州以后 没想到自己又被我这同学 又忽悠了 说搞传销去了 返回来走到白路上 到太原的时候 又饿得吃不上来 在街上大街上流浪 实在饿得不行了 过来一个大叔 说我去不去打过 我说去打 然后人家又把我 就骗得又卖了 我这个人就卖五十块钱 卖的黑莓药里边 差一点出不来 最后爸爸又过来 把我找回去 找回去 爸爸就把我自己 美美地凶一斗 凶一斗 我说你凶是凶 但是我为了这个 对这个 唱歌这个道路 或者是艺术这个道路 我永远是不服输的 不管你咋要 但是我最终这个梦想 我还必须得坚持 往下去走 对面哇 对面奶 桃花你就开 我要帮那个四妹子 隔壁大山迎回来 隔壁大山迎回来 大湖估计要三百 我要我状态 娘有青丝慢慢来 慢慢你就来 嘿 慢慢你就来 我叫郑金 现在是国家队的 一名禅间运动员 比如说我刚开始吧 接触体育的时候 很多人都不认可我 然后呢 刚开始成绩 刚进省段的时候 成绩和在队的队员 比特别差 跟人差很多 就是属于 垫底的队员 替补的队员 就是如果人不够的话 这个项目是成立不了的 然后呢 我是属于就是抽数的那种 然后我又跟我妈说 我说妈 我坚持不住了 我熬不下去了 我说我发烧感冒拉肚子 我每天都在坚持 我说妈 你跟我说 努力付出就一定有回报 我说你在骗我 我说我这么努力 这么付出了 我还是一样没有回报 然后我妈就告诉我说 如果你轻易地放弃了 以后你做什么事都做不好 你想和别人一样 你就得咬着牙停下去 然后在比赛的时候 琴 闪项 我全都是到底 然后明天的马拉松 因为特殊情况 然后就是女孩 特殊情况那几天 然后教练怕 就是说有危险 然后我跟教练苦着说 我说教练 这是也许是我 站在上场上 最后一吃了 我不想就是说放弃 当时我就想 我一定 走我一定会走下来 就即使爬 我要爬到终点 我不要让你们看不起我 我一定要证明给你们看 我可以 我不是一个没有用的人 然后我肚子特别疼 然后脚上就是打满了雪炮 到终点的时候 别人在给我喊加油 我在努力地加速的时候 我身体不知不觉地 已经在晃了 因为不受我支配了 当主委会喊运动员 上台领奖的时候 我和教练都不敢相信 喊了我三次 我在草坪上坐着 一动不动 教练说 不可能 喊错了吧 然后志愿者过来找我 说怎么喊你 你怎么不过来呢 那个现在马上颁奖了 就在找你了 然后那个时候 我才反应过来 真的 原来我真的拿到了奖牌 拿到了第二名的成绩 在我折胜牙最重要的 一枚金牌对我来说 是在2016年 巴西礼约常会的 1500米的金牌 女子1500米第11级决赛 中国选手 郑金与领跑员金玉博 几乎没有对手 两人后半程一路领跑 最终以4分38秒92的成绩得冠 并改写了同样是由 中国运动员创造的世界纪录 这一成绩领先亚军3.2月之后 我为这枚金牌 努力付出了十年 但是我觉得我特别幸福 我实现了我心中的梦想 每当我感到疼痛 就想让你抱紧我 就像你一直做的那样 触摸我的灵魂 每当我灵魂的时候 你都给我一种温暖 就像某个人的手臂 紧紧扭着我的肩膀 有时我会孤独无助 就像山火上昆落的石子 但是只要想起你的名字 我总会重视信息 有时我会失去方向 就像天上一群的燕子 可是只要想到你的存在 就不会再感到恐惧 我爱你中国 喜爱的母亲 我为你流泪 也为你自豪 我爱你中国 喜爱的母亲 我为你流泪 也为你自豪 希望你把我记住 你流浪的孩子 无论在何时何地 我都想念着你 希望你能够知道 你对我的意义 无论在何时何地 你就像我的生命 我爱你中国 喜爱的母亲 我为你流泪 也为你自豪 我爱你中国 我爱你中国 喜爱的母亲 我为你流泪 也为你自豪 我爱你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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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你中国